婚外遇到真爱 要婚姻还是爱情 现在这个年头 物质生活爆棚 就算结婚了 那一纸婚姻又能代表了什么 又能保证什么 每当姐妹们谈及当今社会的婚姻状态 谁谁谁又离婚了 谁谁谁又出轨了 张婷都有些不以为然 张婷在家里像公主一样 老公是一个非常体贴入微的人 家务活基本上都是老公做的 就连每个月生日期 老公都会准备好红糖水 周围的姐妹们都羡慕张婷 提醒张婷不要太拼命工作 也要照顾一下家 要把老公牢牢的绑住 张婷都笑的说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有外遇 我家的老公是绝对不会有的 可是往往认为 不会出轨的男人却偏偏的出了轨 在老公生日的那天 张婷早早的下了班 退役的去买了蛋糕 想给老公一个惊喜 可是刚走到小区的门口 老远的就发现了老公的身影 张婷跟在老公的后面 想给她一个惊喜 她却发现老公并不是 朝家里的方向走去 而是拐了一个弯 进了另外一个小区 张婷悄悄地跟了上去 隔着房门 张婷清晰地听到了屋里传来 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 张婷想冲进去 自问老公 可是她害怕那个场景 让她承受不住 所以就强忍着眼泪回了家 那个女人也是因为单亲妈妈 肚子带着女儿很不容易 她们是在孩子上辅导班的时候认识的 我哭着对张婷说对不起 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的内心也可能被照顾 被疼爱 这些在你的身上我都找不到 我也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真的爱她 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张婷的脑子一片空白 她不相信那么深爱自己的老公 现在嘴里面口口声声说爱别人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这样的例子在当今社会 多得让人难以自信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爱 难道男女双方不是因为爱才牵手的吗 难道结婚以后 多年的相濡以沫 不能证明那是真爱吗 难道只有年轻的面孔 新鲜的身体 一时的荷尔蒙冲动 就是所谓的真爱吗 太多太多的人 把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当作是真爱 他们认为 那一纸婚约 对于他们来说是束缚的 是阻碍他们的 是他们追求真爱道路的绊脚石 是枷锁 于是他们抛弃了责任和道德 拼命地去挣扎 想挣脱婚姻的束缚 去追逐所谓的真爱 以至于跑得越来越远 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份美好 朋友们 不要以为在你飞黄恒达的时候 陪你在床上逢场作戏的女子 就是所谓的真爱 不要认为生理上冲动就是真爱 那只代表肉欲 只有和你一起经历过岁月的沉淀 愿意在你生命 在你事业低低的时候 陪伴着你的人 才是所谓的真爱 只有默默地等你下班 无论你工作多晚 都会为你准备 做热腾腾的饭 这样的人 才是你的真爱 在你的人生低谷期 不离不弃 支撑着整个家庭的人 才是真爱 虽然他没有年轻时候的美丽 岁月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痕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